这个是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各位Wolf Media的听众观众们大家好,我是胡仲南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7日 聊两件最近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也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有一个同学 他呢,也是在医疗系统工作 他由于不堪忍受在医疗系统当医生猪狗不如的生活 他终于咬咬牙打算辞职了 结果这个辞职报告提上去辞职不成功 怎么不成功呢 原来这个人事科的这个科长跟他说 你呀,这个不能辞职 你当时续签的这个三年劳动合同当中有写 就是说你在这个合同到期之前 你如果要辞职,可以 但是你有半年的叫做清醒期 就是说你这个辞职 你一定是由于不清醒 是由于你脑子发热 那你要有半年的时间冷静下来 你想一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从医疗系统辞职 毕竟我们医疗系统这么好 对不对 你一个正常的冷静的人 你怎么可能从医疗系统上辞职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 就要有一个冷静期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问你 你这个辞职报告打还是不打 就不是说冷静期啊 他不是说你冷静半年之后你再打辞职报告 是你先打了辞职报告 然后你半年之后才肯走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同学啊,他是想 后来是想出国的 那么你出国你办签证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一张这个在职证明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辞职报告一打 你虽然在冷静期内啊 你还是坑直坑直干活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在职证明 他就不给你开出来 还有包括呢 你之后你如果说想要工作上的调动 你在这个冷静期之内啊 你都是不想有一个正式在编员工的待遇的啊 就是说你就是其他医院啊 想要到你这来了解一下你这个人的情况啊 对不对 要先进行一些调研啊 这些方面都是不予配合啊 这都都是不行的 哎这个就是说后来啊 这个同学去找找了律师 然后问问他这个怎么不合法啊 怎么怎么样 后来律师就跟他说哎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国家事业单位工作啊 这个就是有国家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 对不对 你呢 你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他来他来问我 那么就我有什么办法 我就跟他说你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走啊 你就得走的彻底 对不对 你就是说中国人啊 就是有个习惯 就是说你头钻到一个房间里去 你屁股还留在外面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不好 你既然是 比如说你想去 你你想去私立医院 那么那么你就走好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你走了之后呢 那就是单位 他就是以你矿工多少天为由 把你开除的 那么这样呢 你的在你的档案里 就会光荣的留下一个污点 那么你 但是你已经毅然决然的要离开体制了 你要抛弃体制所给你的一切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一点污点也就无所谓了 因为就是包括私立医院也好 你出国也好 在在这个合资的一些公司啊 还有在西方医院工作 他们都不会考虑啊 你国内档案里面是什么怎么怎么怎么 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是说的清楚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 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个 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啊 你在体制内工作 你的真实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你以为你拿着 就是国家给你的俸禄 你以为你是过一个体面的生活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 这条船啊 你一旦踏上之后 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旦踏上之后 这个船上的 就是你的领导也好 你的上级也好 想叫你干嘛 你就得去干嘛 第二个呢 你一旦踏上这艘船 你要下来 你就没有这么容易 你要扒一层皮 那么可能他现在碰到了这个冷静 半年的这个问题呢 也是一个小问题 那么之后 如果你依然决然的要走 那么会碰到什么麻烦的事情呢 我估计还是会有 那么因为在我看来 就是说你在体制之内也好 什么也好 特别是基层的医生啊 他其实是一种压榨的 一种奴役的这样一种对象 就是在医院内部 他一定要把这个不说了 这个就扯远了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件 同时发生的 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同学呢 就是说他呢 想去就是说 他因为也想在 在YouTube上面做点视频嘛 然后他想要有一个收款的账户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以后呢 可能要想做一些 就是外贸方面的一些生意 就是想把一些东西 从中国卖 卖到国外 又想从国外进一点东西 那么呢 就是说如果在海外 有一个公司的账户呢 那么就会很多事情会方便的 那么他呢 又想到澳洲来看一看 就是说看看林亚夏 这里情况 做一个考察考察 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去办一张护照 但是呢 就是说他这样的情况 在十日今日呢 最后发现这个护照就不好办 因为你到底是英工出国 还是英私出国 那你现在就是在护照延期这个问题上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就是说你得 比如说你因为留学 需要就是延长护照的话 那你就是要提供币钱多的多的一些证明 就是包括你的 除了你的录取的这个通知书以外 你还要有这个 就是上一年这个成绩单啊 比如说上一年这个学费缴纳 这个invoice 有的呢 可能还是要提供 反正学校这证明那证明等等等等 最后呢 交上去之后还得批一段时间 批就批的下来 还另说 那你可可能还得 还得找点关系啊 情形方便 那么从这两点 我们联系起来 看到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对于 就是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个 就是这个职业环境啊 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讲 其实是 其实是空长 就是空前严峻 其实海外的很多人都清楚 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啊 其实是这个 这个都是比较现实 就是他们 你跟他们去讲 追求什么 普世价值啊 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 追求平等 他们呢 就是觉得你这套很空虚 他就要讲啊 我怎么样能过得更好 我怎么样提高我的生活质量 诚然 这个呢 是对的 就是说包括我们在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我们知道 这整一个社会前进的动力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 追求幸福的权利 追求自己幸福的奋斗 那么最后就才能够合在一起 是推动整一个社会的进步 这个是对的 每一个人考虑自己一块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 中国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呢 什么呢 就是说 人啊 他给你限制住 就是说 资本主义世界也好 市场经济也好 你每一个人 要追求自己幸福 那么最后能推动整一个社会前进 前提是 每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你这家企业 你就是对待员工好 你就能留得住员工 你这家企业如果压榨员工呢 那么员工就能走 走到另一家好的企业 那么国与国之间 每一个国家也好 好比是一个企业 那么你这个国家对待人民好 那么就人民要 都要想到你这里来 那么另一个国家对待人民不好 那么人民都想走 那么就是只有在这种 就是人自由流动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才会有一种前进的动力 就是推动每一个企业也好 每一个国家也好 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你年轻人 你在这个体制的内 你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体制越来越 工作环境越来越严酷 你要走他不让你走 那么你说中国都这样了 那么我想到另一个国家去 我说你这整一套大的环境 你都坏掉了 我看不到希望 那么我不是说要推翻你这个体制什么的 就是说我至少我自己要选择一个 我自己就是想要的一个环境 这总可以吗 他现在是就是从这个护照这个上面来看 那么就是方方面面就是 就是把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路都给堵死了 所以说这个虽然现在只是一个苗头 但是我估计就是在今后几年当中 这个情况会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就是说人啊 一旦这个生活失去了希望之后 这个就问题会很大 因为是人性当中有一些就是一些东西 就是说追求东西的一些动力 如果你把它压抑掉之后 你没有一个地方去发泄 它这个东西 它这种力量它是不会消失的 它会找很多其他的一些缺口来发泄 那么像一些教会底层的一些就是可能受教育程度 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人 那么他们可能就选择相互伤害 坑蒙拐骗 就是包括有一些群体的一些无差别的伤害事件等等等等 那么在中产的年轻人这一代人会怎么样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个路 假如说他们的这个发展的前景都给堵死的话 他们会怎么样 那么我觉得会引起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方面的问题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Wolf Media节目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